台鐵局購置的首批EMU3000型乘機列車 7月30號上午正式抵台 經過兩天卸船作業 8月2號下午1點左右 由明日號塗裝的機車頭拉車重花連站出發 要送往台北基务段進行嚴密的交車測試 讓很多鐵道民一大早就守在沿線 等待捕捉新車的聲韻 EMU3000型乘機列車才剛進站 不少鐵道民一就已經等在月台 要捕捉新車身影 還有民眾是特別請假 要來意渡這難得的時刻 拍修啦 拍修來看這個成機列車 因為剛好要回送台北 它的操控性能是 比現有的自強號要好一點 而且說舒適度跟速度上 應該會好很多啦 因為之前的自強號小毛病比較多了 因為可以在花蓮就能到啦 對對對 高訊啦 希望啦 謝謝 因為畢竟 畢竟它設計的還不錯 台鐵局購置的首批EMU3000新型乘機列車 在7月30號上午正式抵台 在花蓮港完成卸貨後 經過花蓮基务段以及日立公司技術人員 初步檢查 在8月2號下午1點左右 就由明日號塗裝的機車頭 負責拉車從花蓮站出發 要送往台北基务段 進行更嚴密的交車測試 而台鐵局也表示 在測試項目全速完成 並取得認證後 最快在今年底 就可以有三部列車 投入東部營運 比起以往的傾斜式列車 更是多出了試乘座位 大約可以提升華蓮線 14%的交通運能 記者 徐立青 華蓮市報導 到達